進到以色列新創科技公司 跟著外國專家一起工作 熟練操作程式 開發研究組裝醫療機器人 周圍就讀台中東海大學 諮詢工程學系的羅同學 年紀輕輕21歲 開了四間新創科技公司 身家超過千萬 那時候剛從高中畢業 那其實我就在思考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那來到了大學 其實是一個更大的舞台 那我在大學也找到了 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 因此我們就蒙深了 創業這個念頭 然后找了一个简陋的记忆房 开始了我们的创业的故事 没有按照传统就学思维 罗同学出国研习 决定打破框架 大一大二就把四年的学分 几乎都修完了 全新投入创业 研发科技产品开发APP 还能够进局广告业 利用合成跟生成的技术 让顾客可以生成 他们任何想要的照片 美妆杂货电影也是他们的客户 另外为了跟国际产业接轨 罗同学在国中就开始 透过线上平台学习英文 打好基础轻松就能跟外国人沟通 不过也不是一开始就顺利 罗同学从零开始打造事业 和公司伙伴的办公室 一开始没钱资本只有两千元 只能够设在学校机房 减废器桌椅当办公设备 他们不断写程式 贩售机器人自控系统 透过三年的努力 研发自创机器人 终于营收突破了四百万 那我意识到读书不是唯一一条路 而且也并不是我所擅长的 因此我在这趟旅程中 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不爱读书 喜欢研究机器人跟电脑程式 罗同学放弃学业 将要休学全新投入创业 要详识人证明 读书学历不是唯一的成功之道 TVBS新闻理财医苏泰 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